我们的观众都会问你,好像是AVLINE,可以多少钱入 不只是问1211,问1772,还有另外一个1347就不是车股 但Chart Room和Chart Room都是想问1772其实都是相关股份 这些股份又如何处理?都是一样的 是的,我想都是一样的,1772也是做电池相关东西 都是同一个套路去解释 有没有深水的价位,这就很似乎你对公司的股份有没有熟悉 如果你说我知道跌到这些位置,其实股值应该去到几时几时的低位 那这些就可以去考虑,但这真的要靠做功夫 老实实,刚才说的1772和1211的功夫不是只限于炒作 你说跟Momentum炒作是可以的,但计算的股值我真的不太熟悉 所以我会努力去设定一个价位去做 有哪些我会设定价位呢? 可能有些我买来收息的,即是收息股,放手股 所以跌到某些位置,如果去到某些位置,如果去到某些位置 如果去到某些位置,如果去到某些位置,如果去到某些位置,我便会排一下 这些有数得计算的,你知道股息去到某些位置,我吸引的时候,我便会入场 但是这些,可能你说的比亚迪,禁锋,这些是炒高增长,高股值那些 其实那个波动性是比较高的,也都很难有一个防线去看的 所以这些要大家要明白 enrichment 为什么要做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山ль